我們的清景則大大的地 就是龍蝦壽形狀可以生食籽的 喔 所以可以吃到蠻多不同種類的 它的肉盤呢 是三層的 比較不會佔公尖的 肉質也很好吃耶 哈囉 歡迎來到PY日常 我是PY 今天這一集呢 就是要拍 一個人吃燒肉 因為我之前有拍過蠻多家的 就是有什麼燒肉Smile 跟那個叫什麼 Maka燒肉 這兩間 然後我都覺得不錯 今天來吃的這間個人燒肉呢 就是我們的 愛波推薦的 因為它在這附近上班 所以它有時候下班的時候都會自己跑一次 我也是很臨時的 大概前半個小時才問它說 下班人嗎 要不要吃燒肉 你知道為什麼今天要來吃燒肉嗎 為什麼 因為我今天 雲達發票中一千塊 雲達發票大概都中好 好像兩百五百 這一次一千塊 所以想說可以靠想一下自己 這一間燒肉呢 在工藝路的一級戰區這邊 叫做小食燒肉 它之前這一間好像是那個 八千 然後變一級收食 就好像都是清景哲集團 那這一間是清景哲集團 也是也是 所以這個地可能就是 我們的清景哲大大的地 地主地 一樓跟二樓是不一樣的嗎 一樓是一級啊 然後二樓是燒肉 一級還在 我超喜歡小食 那我現在就上去吃吧 這一間一級我也有吃過耶 還不錯 而且價位不會說非常貴 它樓上的小食啊 用的海鮮啊 就是樓下壽司那種 可以生食籽的 哦 所以他們就是食材共用耶 畢竟都是清景哲大大的 沒錯 清景哲呢 真的是在台中 屹立不搖耶 欸欸你這個光很可怕 好像可以仰天出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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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什麼歌啊 登登登登登登登 有人知道什麼歌嗎 欸我的比較可怕 你是奪魂巨 二樓呢是要走這個斜坡上來 非常的有空間設計的感覺 我覺得很多人會喜歡台中的餐廳 就是他們不會浪費空間 對 因為台北的就是寸土寸金 所以一定要用到極致 就可能這些地方都是座位 但是台中就會 占地很大 非常浮誇 然後它這間在二樓 所以你就是爬這個斜坡上來 快點去開門 幹嘛 你去開 很重 欸真的蠻重的 是不是很重 我每次開這個門 都覺得以為我在念重序 好緊喔 我們入座了 然後它的色系呢 就很像茶柳 湯讚的感覺 就是這個竹子格子 就是親近者的樣子欸 除了我們這種對座的座位 隔壁還有這首 就像扎卡燒肉 個人燒肉會有面向牆壁的 然後可以一個人吃 就是手機點菜 當然單人 然後有一些推薦 我通常都吃單人 然後我都吃海露 它裡面一定會有生死級的干貝 然後還有蝦子 然後跟花枝 三個都有 對三個都有 喔不是三選一 是三個都有 跟一些肉 所以你每次來都吃這個套餐 因為我也是習慣吃 某一間餐點 或是某一個餐點 我就會一直吃的人 我要吃牛肉 然後它有分兩種 一種是集盛的 就是全部都是牛肉 然後一種是海鹿牛肉 就是其中一盤 會變成海鮮 但價錢一樣是巴巴巴 我也吃海鹿好了 它點海鹿豚肉 然後我是點海鹿牛肉 它是柴魚湯 很好喝喔 因為一般都是雞湯 柴魚味很重 但是偏重口味 就是日本的口味 因為日本很多都很重鹹 我們的餐來了 它的肉盤呢 是三層的 比較不會佔空間 醬料呢 就是有昆布鹽 跟旁邊的燒肉醬 甜甜的感覺吧 而且它的海鮮都是兩份兩份 蝦子 花枝跟干貝 喔蝦子有三隻喔 開口開口 好 這個是去骨牛小排 加一個昆布鹽 好吃耶 而且它去骨牛小排 有一種奶奶的味道 很像是有加奶油下去烤的感覺 但沒有奶油 這個是 醬燒五花牛 一般五花肉油脂比較多的話 吃起來會比較軟的感覺 就是 比較平價感的感覺 這個是 雙醬牛肉 應該要更紮實一點點 那豬肉裡面 你最喜歡哪一個豬啊 其實我很喜歡吃肥肉 所以我會喜歡五花 所以你很愛吃韓式燒肉 因為都是五花肉 太婆的五花肉 豬肉的五花肉的皮 比較能烤到脆脆的 豬五花好吃耶 比牛五花好吃 牛肉目前吃三個最喜歡的是 牛小排 然後另外一盤 欸 這是你的 欸 這個應該就是 它現在是第三排 它是雞 對 它是另外一隻 除非我點剛才那個全牛的 才是三個都是牛 我們兩個都點海鹿的 然後只有一盤不一樣 就一盤它是豬 我是牛 但第三盤 就是有這個去骨雞肉 跟松阪豬 還有鴨修 所以可以吃到蠻多不同種類的 放置燒焦的話也可以 等一下它們幫你換 我之所以很喜歡小食啊 因為它肉的種類很多 因為我有一次吃到 那個是全豬 就是 它們好像沒有這麼豐富的 會有點膩 對 超膩的 我知道後面真的吃不開一下 然後這個有很多種類 你就會吃得很開心 而且你的豬海鹿的話 就是三種肉 我的牛海鹿有四種肉 牛雞豬鴨都吃得到耶 如果這三個牛肉的話 我會最喜歡這個 五虎牛小排 梅花豬 艾伯德 艾伯德分我吃 但我沒辦法分他吃 因為他不吃牛肉 對 欸豬梅花也好吃耶 我覺得 豬肉勝出牛肉耶 我很難會這樣覺得耶 因為我是牛肉排的人 我超級愛吃牛肉 但它的豬肉 真的比牛肉還要沾 艾伯德豬肉盤裡面有這個 比較厚一點的松阪酥 豬雞鴨這一盤呢 是比較薄切一點點的 所以如果喜歡吃厚切的話 就要點豬肉平盤才有 這一盤牛肉的分量呢 就是各四片 所以總共是有十二片肉 鴨胸有五片 中版組五片 雞肉一坨 給大家參考一下它的分量 我上次去吃扎卡兩千塊 但是因為我加點那裡有的沒 因為他加點那個保障很酷 他有那個運輸帶過來 然後保障會打開會有煙 好像還有點什麼 蛤蜊五龍麵 扎卡還不錯 吃鴨胸 吃鴨胸 其實一般的鴨胸其實吃起來 本來就會有一點微微彩彩的感覺 但是他的肉汁很夠 他招待我們喝這個青梅 但是我覺得這個應該就是 跟湯戰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就是湯戰拌過來的 就他們可能整個集團的那個醋 都是用這個 最喜歡的豬肉 松阪豬 真的超喜歡松阪豬 而且松阪豬就是要烤到有點 微微金黃焦焦的感覺 第一項中的松阪豬 他不用沾加 因為他上面就有一些胡椒液 我上次忘記去吃哪一間 松阪豬好難吃耶 馬上來吃後切的看看 他博物幫我烤的 後切也很好吃耶 他們兩個 互相上下 有肉口感的 雙版豬後切跟寶芊都讚讚讚 但牙齒不好的可能會喜歡吃寶芊 而且後切比較難烤 就是你要一直翻 裡面比較容易手辦就會焦掉 但後切這個豬肉品牌吃得到 好吃 他還感覺出一點豬肉品牌 他比我推薦讚讚讚 我剛剛去廁所發現他有那個 漱口水跟除臭噴霧耶 蠻貼心的 他的抽屜呢 還有牙線吧 貼心加分 他還剝烤好雞肉的耶 欸你很會烤耶 炒焦喔 炒焦喔 炒到好處 沒有我是認真的 你不要這樣 我是認真的 你烤得很漂亮 幹嘛那麼不能接受人家的稱讚 我有話直說 爛就是爛 真的烤得不錯啊 他聞起來很香 有點像中秋節烤肉的味道 裡面雞肉很嫩 如果你剛好咬到一個地方 他另外的肉會彈出來 但他不辣 不過他有一種辣椒的香氣 豆瓣醬的感覺 可是 也要烤得好 很好吃 雞肉就要放在外圍 然後用小火 慢慢一直煩他 雞肉不用沾醬喔 他本身就蠻重的味道 他本身就蠻重的味道 我們已經把肉全部吃完了 剩下海鮮 蝦殼已經剝好了 吃我的干貝 我跟大家講 Sony這台 Z V1 Mark II 真的很厲害 他對焦速度超快的 他平展示功能 他本來是對焦你 但是 看過來 你對焦 超快的 欸很快欸 這個好爽喔 因為以前的沒有產品展示功能 他就是會對焦臉部 所以就算有東西在前面 後面有一個臉 他還是會先對焦臉 但現在我如果開這個功能 他就是 會先對焦到最前面的這個 就不用什麼網媒熟 乾杯還好吃欸 如何如何 他是花枝了 我超喜歡 我以為他烤到後面 會有一點 太硬的感覺 他裡面還是一樣 是Q彈Q彈 Q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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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伯說他的海鮮 跟一級壽司 是用同一種 就是生時期 所以都是生時期 真的是 禮拜欸 所以如果剛才那個生的來 我們也可以直接包飯吃三七年 欸光這個海鮮 我就覺得他只跟一個價錢了 吃完了 最後還有這個 飯後甜點 冰淇淋 下面是黑糖嗎 Q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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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有什麼最近台中想要看的 或是你們吃過的也可以分享 那記得幫我按讚 還有記得追蹤我IG 因為我們下次見吧 這台真的很讚耶 怎樣 因為我今天素顏啊 我沒有底妝耶 我只有畫眼睛 那他整個 我33歲零底妝 我 我33 35 33 33歲零底妝啊 對我33歲零底妝 我27歲大農妝 哈哈哈哈